这画面真的很惊人 赛车 那么起火燃烧的那一刻冲向观众群 12个人严重灼伤 气球短距加速赛 蓝色教授在场内旋转 冒出大量烟雾 下一秒 12间突然冒出火光 而且火焰还直喷向观众席 民众受到惊吓赶紧投掺 然而还是有12人遭到严重烧伤 其中一人命危 而赛事在意外发生后 也马上宣布暂停 烈焰席卷赛场 也让观众大受惊吓 TVB的新闻组合报道